武汉明天会更好 画面中的人名叫菲利普克莱因 是一位法国人 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国际门诊部的全科医生 4月12日 他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来武汉近8年 已把武汉视为自己的城市 武汉是我的城市 我已经住在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 近乎八十年 所以我认为这城市是我的城市 因为我住在这里了很多年 我当然想要留在武汉 因为我知道武汉的旅行是正常的 2020年武汉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法国包机从武汉撤离数百名 在汉法国人 克莱因把妻儿送回法国 自己却毅然决定留下来 成为外援医生 从去年1月17日开始 他每日穿戴整齐防护装备 自驾往返于武汉三镇 为有需要的外籍人士提供上门诊疗服务 首先因为这是我的职务 作为医生 然后快速 我明白我会成为 我会成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友谊 走过至暗时刻的克莱因 如今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身份证 他把它视为意外的惊喜和至上的荣誉 当天克莱因还出现在外交部 湖北全球推介会上的宣传片中 他说应当从武汉抗议实践中汲取成功的经验 因为人类只有通过彼此的智慧 开放包容和团结 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 因为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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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国家 在西方国家 如果你只能解决了疫苗 我认识 中国人做的最好 你必须停止疫苗 然后控制疫苗 然后再回复 今年3月 武汉市发布新冠疫苗接种倡议书 呼吁市民接种疫苗 克莱因夫妇积极响应倡议 克莱因表示 中国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安全性 是经过考验 值得信赖的 接种疫苗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他人负责 克莱因还成为了朋友们眼中的武汉推介官 鼓励他们来武汉投资 旅游或居住 你知 我现在已经八十年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新冠疫苗 在武汉 在武汉 增长的增长 我常说 中国和武汉 现在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地方 在世界上 所以很多东西 现在来自中国 而会改变世界 所以 当然 我会说 我会说 我的朋友 来自中国 和欧安 当然 中文字幕 李宗盛